沒有看到他們的內容實在是很難 不是啊 我現在報導嘛 你同意嗎 如果真的有 如果就是 就是說賣多但是報少 但是中間有回算機制回扣機制 這個 你同不同意是 這個中間的案盤跟回扣 這個很難 憑著這樣就是說同意又不同意 不過如果是這裡面有違法的話 其實他們的黨員 其實可以透過機制去處理 那這樣問好了 現在有人檢舉 那其實在應該是 中銀公司的土地已經在 在司法的判決裡面應該看得很清楚 那內政部做何處理 假設有政黨 政黨內部財產的交易變動 他是用一種這個虛報偽造 或者是這個掩蓋 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個怎麼處理 如果有委員所講的虛蓋眼 或者是造假偽造文書等等 這個我們當然會請這個檢調單位去處理 因為現在 會請檢調單位處理 所以今天早上 好像今天早上我們許委員 許國勇委員說要去提告發 內政部也要 內政部願意做這樣的事嗎 你剛剛這樣的回答是說你要去舉報啊 就我們看看 那裡面報的大概真實性 我們當然也要了解一下 那其實李欣理委 了解如果屬實 就是說 就是李欣 你可以找李欣來問一下嗎 如果屬實 你要那個 內政部 要以這個政黨 主管機關的立場去告發 我們最好的做法一定是先 請中國國民黨 就這個報仔 他自己要有一個說明 那 那這樣好啦 如果 請他說明嘛 那你的程序是怎樣嘛 如果你們 因為你是主管機關啊 如果這個交易 確實 你們發現有這樣造假 或者是偽造文書 或者是種種案盤交易的 不法的疑慮或事實 內政部要不要告發 我們按照他們說明的這個情形 我們來認定 看看有沒有符合 這個告發的這個條件 對於這個告發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告發 你說說我們是不是要告發 其實對於這個黨產 我們應該不是 你是主管機關啊 對政黨我們是主管機關 你現在 你現在的法令 並沒有說我們可以介入調查 他的這個財產 所以你告發 我沒有說你調查啊 你調查不到啊 我想大家都可以告發 我想這個李欣他自己都可以去告發 如果 我現在是看機關的立場啊 我知道啊 誰都大家都可以告啊 我們是認為是說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 很可惜 你本來是同意要告發的 你還撞回去 我沒有我只是委員委員的 我想一般人 所有的這個老百姓都可以做這種事情 沒關係啦 這個主席也聽一下 我知道黨產你也享用不到 黃昭順委員恐怕也享用不到多少啦 但是啊 這個李欣說 黨產應該要清查 然後分給所有的國民黨員 其實也是大錯特錯 黨產應該要清查 但是要還給的是什麼 還給的是國家 還給的是人民嘛 不當黨產最後 最後是分給特定政黨的人士嗎 是取得不當 但是清算的結果 這個清查的結果啦 這個最後是 給這個 該黨的黨員嗎 市長 應該不是吧 不好意思啦 委員 那個這樣的問題 其實是簡化了很多啦 因為你所謂的 黨產的來源等等啊 這個都有各種不同的類型 所以如果要簡化成這樣 其實真的我們很 比較難去回應委員 是說是不是 那這個又是屬於他們 政黨的家務事 應該是他們自己會去處理 這什麼是政黨的家務事咧 我們今天在討論政黨 我們今天在討論政黨法 是 那我們其實在其他的會議 我們也討論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 那這個其實放眼過去啊 全台灣這個唯一有不當黨產的 其實就是國民黨嘛 這裡沒有什麼好說 針對性不針對性 這是歷史 歷史演變下來的嘛 我覺得次長主席 你們都要敞開心胸啦 這個時代到了 我其實發現 我最近質詢起來喔 我覺得很有無力感 但是我真的不厭其煩在這裡提醒 台灣的民主發展到這個階段 這過去威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 不管是觀念上 不管是黨產 不管是這個運作的方式 我們過去洗淵不查的這個官僚就習 這些都要改變了 他們想國民黨你想想看 你自己提的版本第45條 第45條 你千方百計 說國民黨如果有這些財產呢 要由原權力人跟機關在兩年內 要找出當年的證據 那如果找到了 國民黨真的沒辦法呢 這個被你查出來了 你還要按照幾十年前的 當年的價額 這在國民黨版第45條 第二項 然後參考物價指數去調整 漏氣啦 真的漏氣啦 你看 你在賣房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房地產變動 在那幾年的期間 2006年SARS剛過 房地產比較低 這個預估 因為 因為國民黨在國會還是多數 這個預估還是可以 透過政商來繼續炒作 預估房地產還是會增加 所以就定了回算機制 回扣機制 三中媒體 迫於當時黨政軍退出 其實我就是當時的新聞局長啦 當時我在處理這個的時候 這個交易案我不准 用社論 用多少媒體 你排山倒海 用輿論羞辱喔 結果呢 計較的是什麼 計較的就是說 當時 要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增補契約協議 你們國民黨就可以算 結果結果幾十年 你現在定45條 好意思 真的是寡連閒遲 大家在算說財產該怎麼樣 歸黃給國家的時候 好意思 說 原權利人呢 對這個財產的主張 要當時的 當時的金額 乘以物價變動 好意思 過去從台灣搜刮的名指名高 據為己有 好 時代在變了 慢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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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變賣 慢慢在 這個調整的時候 還懂得把錢 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放在口袋裡 現在要定政黨法啦 45條 就這樣 46條 知道監委是自己的 趕快把它丟給他 這就是國民黨 坦白說 我在這裡講這些 國民黨黨產 我大概從學生時代 就開始研究了 國民黨的這麼多的黨產 講了幾十年了 我們今天終於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來解決了 我特別呼籲 國民黨要改變心態 其實現在在選舉的這四個人 一個都沒有改變 沒有一個人敢面對問題 這些人應該 告訴大家說你黨版準備怎麼歸還啊 這個黨版條例應該要撤回啊 應該要向人民自首啊 其實我講這樣的語言 不是在 不是在 早上這個趙偉說的 這個清算 清算再清算 鬥爭鬥爭再鬥爭 不是的 是面對我們的國家 面對我們的人民 面對我們的歷史 大家要共同謙卑啊 共同謙卑 把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 坦白講也跟很多國民黨的黨員 不一定有完全的關係嘛 很多黨員可能是一個 給我一分鐘就好了 很多黨員其實也是 這一份工作 或者一個過去一個主張參與 國民黨的黨產有多少 都是這些權貴 這個乾坤大挪移 最後挪移到哪裡去了 但是他的源頭 他的源頭 非常清楚的 他就是一個威權抵制 黨國不分 黨庫通國庫 把所有的據為己有的 他媽說就是還出來嘛 國民黨新的領導者也要體察 時代的趨勢 不管你是排法案 或者是提出你們的 你們的法案 你應該是 開誠布公 展現誠意 面對這個時代的洪流 把你所有的黨產 坦白說啦 我知道有黨團主張是吹哨 就是說獎勵 檢舉這錢到哪裡去了 但我認為有一個觀念還更重要 這個叫做自首啦 自首啦 請國民黨 請國民黨自首 我再講的是 面對這個時代 更謙卑 國民黨才有可能浴火重生啦 應該自己清查 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這些財產 主動的 在一定期間 歸還給人民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表演 一分鐘超過了 謝謝 再來 代理醫康委員 用市面執行 再來請我們 Co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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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一下 這麼漂亮的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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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們 內政部的代表 抱歉 我們處理一下檔案 好 謝謝